來啦 白東學這樣去算自由喔 結果他現在那個主機盤很多 我如果要用那個比較舊的作業系統 他那個Drive都沒有支援 然後那個310的晶片就是一定要另外買那個顯卡 白東學一支就整個開下去了 白東學在挑選卡就是這樣子 給你一個參考 我一定要選DDR5 你如果用DDR4、DDR3 那種東西根本沒什麼 裡面的晶片是覺得還其次 我自己的感覺 齁 別打那個 打...啊白東學不專業 我就是不專業 我才會在這裡打這種肉片 來喔 花錢的經驗分享給同學 你的DDR5同樣那個晶片喔 你那個DDR5比如說你 1G好了跟那個DDR3你把它燒4G DDR5速度快很多 因為它基本就是完全... 那個DDR3它處理速度很快 它也不會去裂個道 來 去喝水 這塊是讓我白東學目前 玩電腦到現在買顯卡買最貴的 因為白東學沒有在拍電腦 但是現在就是 可能在剪接影片齁 CP值要高一點 來 它裡面的東西就這樣 我看這個閃光燈把它開 喔~~ 對對對 它是經電袋 然後這個 RASUS的 這塊剛才在投資 我買 3,490塊 對啊 啊我看那個敵軍在賣 好像有4000多 就剛才在投資 買了 後面一樣 白東學開箱來拼一下 噢~~ 那個叫我投資 不要學 噢 這塊漂亮 因為我看那個 原本要選那個1030啦 就是還有一支 要它2490 但是我感覺它 做起來很了解 我覺得那個大板在刨 我覺得會比較快 那是我自己的感覺 然後這個 它這個金手指 等一下拿下來 真讚 我看有錢真好 對啊 啊因為我看那個 它比較便宜那個 板子 小到地上看 就覺得我們 比較不會過癮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噢 這那個 2018年11月出來 同學我來問一下 這個 這是HDMI嘛 這個到底是什麼 新的介面 我看它這個到底是猜對 咱也同學補充一下 然後DVI 它現在 那個什麼 影像也很要求 你如果說 家裡的電腦 螢幕 你沒有這種 介面 至少要這一種的話 你根本完全沒有辦法裝上去 你就要再為到 簡單說你就強迫要升級了 對呀 它現在就是 不跟你綁那個東西啦 因為Intel那個310的 下方那個座位系統比較低 它就不做 它就不愛做 一定要讓你用那個溫系的 那個座位系統 那我溫系很難用 用不著 反正是想辦法把它 弄那個比較舊的版本下去跑 真讚耶 好啦 我們要開始要安裝 我們要安裝之前先來看旁邊的東西 好 沒關係啦 那 它這樣看得比較漂亮 那旁邊 它就是 順發買的話 它有這個保貼啦 用秋冬寫 哇 這 顯卡 包得這樣看得很爽 4年保固 只有一支顯卡在那裡用4年 3,450 90塊 3,450 那是一個盒 對啊 10502G 那它再降一級就是1030 我感覺這基本的基層 在炒的都是炒那個機體 跟它裡面 它有什麼 內的屏和外的屏和我沒什麼記憶 對啊 因為很久沒有在 研究這個了 好啦 開始來安裝吧 不要搞黑 來 順便來分享一下 你看 沒有了 我那個什麼 它靜到底之後就開始把它研究 沒有了 就是把它這樣配進去對不對 所以我剛才同學說 這個要配到後面 真的是不錯 但是蠻花時間的啦 全部的一些廢線都把它放到下面去 好像讚 所以白同學還要補拍一支 線路整理那個肉片 同學有需要再去看一下 真讚 然後那個SSD我就趕快把它排在這邊 真讚 然後這個顯卡的話就是從這邊把它幹進去 然後因為 後面 那時候 我在爭的時候我就把它後補來想好了 所以這個線我這邊就把它配好了 欸 欸這張顯卡不用擦電了 對啊 不用擦電了 欸 對餒 彈到 所以這個就不用把它解開啦 這個連拍還就把它鎖起來 有些人是覺得後面那個什麼 顯卡有擦電壓它就是在跑得比較穩 但是 以前我在爭取我也沒什麼擦 對啊 快就快 不快你再擦一百條線也一樣 好 來 然後這個 再拆的話 這個Case 今天看得蠻方便的 來 來後面換姿勢 這個 這樣鑽起來 這種東西 說這也不用擦 但是這排都學生 擦的那怕是廢片 這個 我剛才做這個擋板 到底不是要衝 我就覺得 這個設計 有點多指一舉 然後這個螺絲先把它放好了 比較不會忘記 然後我們到前面把這個拆掉 來 這個要裝上去的話 它那個 大卡的話 它這邊就有兩個 有兩桿 然後我們就把它對應好 它螺絲孔就是 一二 我這支沒有消磁 我覺得很危險 這支 那個 頭前那個磁力 很強 不知道在搶什麼燒 你正想的 你有一種 我有一種工具可以消磁 我相信沒關係 方便就好了 來 拿下來 我相信 這支 那個什麼 全汗的卡在旁邊 真的不錯 它 裡面的話 那個什麼 你整個擋板幫我做 我看得很爽 而且不割手的 但當然你如果倒下去 再有刮一刮一刮 好 漂亮喔 黑色的螺絲 所以把我選擇 我去顧紅電腦 我現在在倒 我卡在那裡有些廢膽 然後 來 這個要裝 我會去後面 這個要先壓進去 然後記得那個電腦要先關掉 不然ATX的規格 它在那裡還會通電 會漂亮 它那個前面那個密合度那邊還不錯 不然有的 你比較閉嘴 要轉到頭前 會繞繞繞的 來 來 滾起來要換刮刮 換刮刮刮 對不對 先這樣 跪鬆鬆的 但是 爭起來也覺得很爽 你把我學的開機很輕輕的 非常的輕輕 好 來 來 待會兒我們要蓋開機 來 待會兒我們要蓋開機 裝好之後 裡面這邊 要先壓一壓 我那個擋板裝上 來啦 我們在怕廢片 馬上有始有終 這個就從後面 這樣 壓緊去 我好像做這塊塊 這塊到底不知道要做什麼 搞不清楚 看著看著看著比較爽 好來 然後 這個 真棒 保養學怕的廢片 很認真 好 然後 那個 線 來 接下來 它這個接頭就是 最低標準就是那個 DVI的 還有那個 HDMI 這實際上是說 比較新的HDMI的規格 然後 它這個 現在是 那個 25PIN的 123 它這個轉播 8188 168 24 這個25 應該是可以用 這條線 以前用很久 我還想到 後來 可以 來搭這個東西 因為 都是直接跳那個 HDMI比較多 但實際上都沒有那個介面 我看著牠都像在縮骨魚 真的很甘爛 不知道在甘什麼燒 好 揭好之後 另外這一坨 我還要挖住小 我來吃 結果待會不會開就好笑 好一樣 從這裡把它 怎樣 比較高的 好 好 乾 進 去 好 鎖緊 好 來 我剛剛就是說啦 你在安裝那個顯卡的時候 你這個要關上 因為我那個有總電源 我是把它 騙騙你 然後你炒的 很壞的顯卡 燒的 我還沒燥過 後面就是這樣子 來 開始來開機吧 雙丁丁的時鐘來了 來 我們這邊 把它拼開 拼下去 水 有反應啊 來喔 待會開了 超大就掛了喔 1 2 3 你現在訊號出來啦 這個介面我不要用過 拜託 啊 來 都沒有什麼反應 哎喲 哎喲啊 倒 倒了 出來啦 哇 你怎麼害怕 你怎麼害怕到呢 害怕到 哎喲 你怎麼這麼漂亮 哇 那個 它的BiOS 哇 真讚喔 來我來尋找研究一下 來啦 鏡頭固定好 來分享一下 它這個 就是什麼 PR-IME 它這個不知道變什麼什麼拼命什麼小的 H310MD 這個 主機板的那個 型號 它的版本是在這裡 然後它 Speed 它這就是MHz嘛 3.6 然後 這個雙核心Pen10 G540等的CPU 我是覺得雙核心Pen10 我自己在用 我跟它CPU只在那邊管 對啊 因為我看 用起來那個感覺還不錯 啊 這個 它現在CPU的轉速那個 那個風扇 它是E4 就穿幾樓啦 啊 這是那個系統風扇啦 所以我說剛才那個 最近你有看那個 三角的那個插進去 你就可以測那個轉速 啊 這現在它的電壓 我現在一點多而已 現在電壓這樣會加喔 啊 這它的溫度 誒 誒 記憶體我們剛才也擦得出來喔 驚到 然後這個 這我真久沒在用了耶 啊 這以CPU在找不知道什麼燒 然後我看這個還有三小喔 這真久沒用電腦 它有漆電壓在那邊 啊 這是在開機的 因為我現在用到還沒到的 大概就這樣子 誒 我去玩電影 結束了這樣改進門 我有看 這是風扇控制嘛 啊 這F5 這是什麼燒 這不要在燒的 這個是存檔耶 還有7電影 這個是 啊 這裡 這裡有喔 但我說這個BIOS 如果改成中文的電腦看都沒有了 你知道嗎 電影也沒什麼反應耶 奇怪 Enter 對啦 有啦 這個啦 訊息啦 我是覺得說在看的話 還是這個 英文的在看 感覺比較好 但是不錯的中文看也是鬆鬆的 好啦 就這樣就這樣子啦 來 節目最後我們再來 看這個安裝料的欠贏 我看這個顯卡真的整體 這看的就很鬆耶 真的看你很害怕 好 謝謝收看